黑色布条写着普清是杀人凶手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促士 反普清运动全球遍地开花 俄罗斯反对派团体暴动小猫当然没缺席 各地俄国使馆成剑靶 抗议声没停过 献花哀悼不曾间断 不过俄罗斯甚比得保临时纪念触却遭到破坏 两名男子手拿黑色垃圾袋 不断把鲜花往里头丢 尽管如此还是有民众趁两人离开后 立刻上前献花 即便在莫斯科也有人无惧当局追捕 上街表达哀悼之意 纳瓦尼妻子优利亚更首度在社群平台发文 po出与纳瓦尼的合影写下我爱你 一句话道尽思念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在纳瓦尼逝世后 立刻发出声明 戈贝木吉现身纳瓦尼临时纪念碑制翼 纳瓦尼促士遗体还留在萨列哈德的医院内 根据韩联社报导 遗体上疑似出现不明欲青 纳瓦尼死因沉迷俄罗斯当局坚持不肯规款遗体还要调查 但越是遮掩越是欲盖迷章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促寺 而他的死因不明 他的妻子今天在社群平台上放上跟先生的合照 写下我爱你来追到王夫 纳瓦尼金船是在狱中过世 家属非常悲痛 妻子是首度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来追到王夫 短短的这一行字是倒进了千言万语 而这几天在俄罗斯国内各地都有民众上街抗议或是献花追到纳瓦尼 但是在圣彼得堡的临时纪念地点却被人破坏 而且有目击民众他们拍下放置在现场的鲜花全被收走 丢进垃圾袋里面 虽然无法得知这些人的身份 但是纳瓦尼的死亡 让俄罗斯里面的一个气氛持续紧张当中 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给已故的俄国异议分子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 温暖拥抱打气 尤利亚人在慕尼黑出席安全会议的时候接到二号 就在纳瓦尼狱中暴毙的前一天 他视讯出庭时还有说有笑 一切来得太突然 纳瓦尼还在2月14号 情人节当天在社群媒体写情书给杰里24年的妻子 他呼唤对方宝贝 即使相隔上千公里 人能感觉每分每秒都在身边 越来越爱你 没有想到就在两天后 夫妇生死两茫茫 去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得主纳瓦尼同名纪录片中 纳瓦尼就留下不准放弃的遗言 早就料到自己2021年回到俄国之后一定在劫难逃 他慷慨就义的勇气让纪录片导演永生难忘 纳瓦尼只死也让G7外长替他默安一分钟 只是专家悲观认为除非他的妻子尤利亚 愿意继承丈夫的未尽之志 不然就再也没有人像纳瓦尼一样 敢在俄国国内跟普清总统为敌 好几名手无寸铁的妇女在尖叫声中 被两三名俄罗斯警察抬上警车 这些人看起来都不是凶神扼煞 不过只是上街缅怀促势的俄国异议分子纳瓦尼 从首都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都有民众自发性 遥记纳瓦尼 俄国下令禁止相关集会 警方强势执法至少逮捕300人 压得住人压不住心 47岁的纳瓦尼好端端的 然后就死了 官方初步的厌尸报告上写 猝死症候群 有讲跟没讲一样 纳瓦尼年近70岁的老母亲 亲自到北极圈IK3北极狼流放地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但是官方却以后续调查为由 拒绝归还遗体 家属说官方是忙着掩盖激阵 俄国官媒短短几句话 轻描淡写 显然是定调冷处理 头号政敌暴毙 总统普京却知词未提 看看过去让普京不开心的人 包括前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下场都是离奇奏事 谁在恨然让人相信 纳瓦尼的死因单纯 其实走不到 距离俄罗斯总统普京要迈向连任的 总统大选前一个月 普京的头号大敌纳瓦尼 传出在酷寒基地中的监狱中促事 消息一出 他的律师团队和家人都说不能接受 纳瓦尼的妈妈四天前才探监 而且前一天纳瓦尼出庭 也完全看不出异状 还嘲讽法官干脆把薪水都给他 没有想到隔一天就传出 他在狱中散步后不适倒地 抢救无效享年47岁 外媒都直指死因不单纯 纳瓦尼从2008年揭发俄罗斯国有企业贪腐后 正式向普京宣战 多次将他给逮捕 甚至还被泼洒防腐一体 造成他的右眼视觉有永久性的损伤 整张脸还一度被染成绿色的 最惨的是在2020年 当时纳瓦尼在飞往莫斯科班机上 被毒杀发出了惨叫声 在国际施压之后 他获准转送德国柏林救回一命 却在隔年1月又再回到俄罗斯境内 马上就被判刑入狱 即便在狱中 他也利用社群网站动员上百万名支持者 如今死在狱中 包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 都直指普清要负全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